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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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翔 這一節課要跟大家講一個動畫 說好了要讓貓咪跳起來 怎麼讓貓咪跳起來呢 這是一個我在上課的時候講的一個動畫的範例 網路上稍微再補強一下 這個貓咪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 它是一個單一個模型 模型上面有兩個修改器 一個是Molfer,一個是Material材質 這兩個我們後面會再講到 我們先看一下動作的部分 後面有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將來會控制這個貓咪上下 跳起來 就是它控制的 這個圓圈會控制貓咪的旋轉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把動畫分給兩個控制器 一個專門控制旋轉 一個專門控制上下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樣子可以分攤掉貓咪本身的 Keyframe 就是它的關鍵格 不會全部集中在它身上 上下分攤到箭頭上 旋轉分攤到底下的圓圈 這樣Keyframe就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先把貓咪用連結的方式 我們把它連到箭頭上 再把箭頭呢 連到圓圈上 好那為了以後方便起鍵 我現在選這個箭頭 按Alt 右鍵 先把它freeze transform 冰凍住 這個動作呢以後可以讓我 這個箭頭不管移到哪裡去 我只要按Alt 右鍵 都可以回到 Transform to 0 回到原來的位置 底下這個圓圈也一樣 不管我怎麼移 然後怎麼旋轉 以後我只要按Alt 右鍵 都可以Transform to 0 就 欸欸欸 我怎麼也沒回來 奇怪 看一下喔 應該是 我有哪個動作沒有做到 好 應該是有拚動作 freeze 再來試試看 freeze 好 好 那麼 現在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旋轉的時候 貓咪會旋轉 它上下的時候呢 貓咪會上下 那我們呢 多做一個保險 就是說 後面這個箭頭不能去旋轉 好 因為這樣旋轉就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 箭頭的旋轉功能把它鎖住 好 按右鍵 curve editor 然後 箭頭的旋轉 就是rotation這一欄 全部把它 lock住 好 全部lock住 那當然不能縮放 所以 scale這一欄呢 我也把它 縮放 好 鎖住 好 那這樣呢 這個 就旋轉不了 好 就這樣子 事實上要嚴格來講的話 你還可以把 X跟Y 好 把它鎖住 比如說 我按右鍵 curve edit 我可以把 位置的那個 X跟Y 好 這兩個 我也可以把它lock住 那這樣子的話呢 呃 這兩軸都鎖住 變成這個箭頭 只能上下 好 那這樣會更保險 雙重保險 好 那旋轉的話呢 也一樣 它不能移動 它只能負責旋轉 所以我按 右鍵 右鍵 然後curve edit 然後把那個 呃 移動的部分呢 移動的部分 整個把它lock住 好 Position這裡 整個lock住 其實不要lock這裡 lock這邊 好 整個lock住 好 那 這個地方 scale的地方 也順便lock住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呃 我的這個 就 完全的 就是 只能旋轉 好 那一樣 你要雙重保險 這裡也可以lock住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 如果ort ok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開始準備做動畫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暫時的先這樣子寫 好 比如說我現在要 0到48格 是一個發呆的動畫 50到100格呢 準備好 然後 100到140格跳起來 好 那這個是暫定 我們後面呢 看它的需要 我們再來修正 好 0到48格 什麼事都不用做 先給它發呆 好 0到48 我們先 control alt 然後先把 時間 好 右鍵先推到 48格的地方 然後這48格呢 所有的動作都不要做 好 所以我們先把 上下 跟旋轉 好 先把它 設定下來 設定下來 比如說現在 我只做 位置的 鎖定 好 位置 的keyframe 然後呢 48格鎖住 應該是鎖這一個 48格 然後 D0格也鎖住 好 這樣子 我的D0格到48格 好 就是確認 好 先把它鎖住 不會動 旋轉的部分呢 我也鎖住 旋轉是它 對不對 所以我選旋轉 然後呢 keyframe的地方 我們把旋轉勾起來 然後一樣 鎖住 然後 48格 鎖住 好 那0到48格 先不要管它了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 50到100格 是準備 好 一個ready 的一個動作 好 50到 100 我們先推一下 好 50 到 100 100 100 Ctrl Alt 鍵 加滑鼠左右鍵 好 可以推時間走 那我現在先把它推到 50到100 好的 時間 好 那 50到100時間呢 這隻貓要做什麼 好 第50的時候 我們先 先看上下 好 先看上下 我們先看 呃 position 位置的關係 第50格的時候 我們先 每10格呢 給它 在原地 好 比如說跳一下 跳兩下 跳三下 假設我先讓它跳三下 1 2 3 好 假設這樣 好 那第55格的時候呢 我們稍微的 往上拉一些 好 它小小的跳三下 1 2 3 這樣 所以55格的地方 我們給它 加個 關鍵影格 好 就會跳起來 然後把55格呢 Shift的鍵按住 扣到65格 Shift的鍵按住 扣到75格 好 就跳跳跳 好 好 那 它跳這三下呢 嗯 好像有一點快 好 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的 1 2個好了 這個1 1 2 這個1 好 那就是 每12格 一段 每12格一段 所以 這兩段 這個應該到 1 2 3 4 5 1 2 這樣子 好了 1 2 3 4 5 應該是 50 然後到62 它稍微輕微的跳一下 然後62呢 到70 應該到74 74 74 再跳一下 然後74呢 到80 74到86 再跳 第三次 好 這樣 好 好 好 假設是這樣子 好 好 它會 微微的先跳三下 1 2 3 好 好 那 這三下呢 1 好 好 OK 其實這樣也可以 好 是 好 那 這個跳三下的時間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曲線圖 按右鍵 curve edit 好 那目前呢 我做的跳躍呢 是直線的 是它的直線 所以這樣跳躍是不對的 我們要把它改成是 跳躍曲線 好 跳躍曲線呢 這三個點應該要拉成平的 對不對 好 那底下這幾個點呢 我們 拉成 這樣子 好 應該是拉成這樣子的一個線 好 那這個是我們Z軸上的一個跳躍曲線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它跳的時候呢 會是這樣子 咚咚咚 好 其實它不用到100格 它到86格就夠了 試試看 跳跳跳跳 跳跳 好 那這個是微跳 好 那麼 呃 先到這邊